那對於參選的門檻 是不是也可以降低 年底選戰另個正常 18歲公民權修憲覆決案 與青年的論壇 蔣萬安陳時中一前一後抵達 藍綠北市長參選人 都想搶攻青年選票 如果這些政治人物包括我在內 如果是講真的 那他一定會過 只是怕這些政治人物 大家公假 中選會評估年底九合一 選舉人數一千九百三十萬人 手頭足大約七十六萬人 綠營除了讓年輕選票靠攏 選戰策略上陳時中近來炮火 頻頻對著台北市長第四組候選人 柯文哲企圖兵聯話 蔣萬安 因為只要鞏固綠軍選票 藍白彼此搶票 棄保失效 陳時中就有機會漁翁得利 我們都沒有去思考 未來怎麼樣來棄保 我們現在都在思考 政策怎麼樣規劃 在這一場資源不對稱的 在選戰裡面 我就是靠我的雙腳 積極的勤走 深入基層 前總統陳水扁跳出來說 今年絕對會出現棄保效應 觀察過去數據 趙少康陣營 極力宣傳棄皇保照 但皇大洲還是拿下將近26% 所以陳水扁自己當選 但是在2018年 選民擔心台北市被丁手中拿去 所以棄保姚文志把票給柯文哲 現在就看選民怕誰當選 可能棄皇保獎或是棄皇保陳 在林志堅的這個渡輪事件 顯然在考驗台灣人民的道德這個關卡 大概已經通過了 那如果要下一關是這樣 考驗台灣人民的智慧 如果你要綁在過去那30年那種 藍綠意識形態的對抗 就是說心中只有藍綠 那個氣跑的問題才會出現 就是說我們不再被藍綠的意識形態綁架 這個選舉的結果就是另外一種面貌 所以請大家就是都要努力 每天都在想著棄保 那就平均平均 柯文哲想要掙脫藍綠枷鎖 不讓棄保效應在北市發酵 近新聞 葉廷 郭英廷 採訪本廊 就jas了 散場 大家好 林уг 董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